內容,一樣我會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那雲端的路徑,請各位務必要把它記一下 這個路徑的部分 複習的話,反正第一個,理論上應該都會收到mail 如果沒收到mail也沒關係,你直接點這邊進來 那我有幫你加進來,清單上面都有 那前面有兩次上課,所以有兩個清單 一、二嘛,第一次上課,那上個禮拜上課這邊就有 所以回去的話,反正你就是點開來就好了 那裡面就有影片的清單 那你有幾個方法 如果你實在程度沒那麼好,沒關係 你就從頭撥到尾,一到五就讓它repeat 像我自己學習也這樣,反正我就放著 老師講什麼,反正我就一直聽 然後我聽一次不會,我就聽第二次,聽一次這樣 一直聽,一直聽,聽到最後 我發現我連老師講什麼都可以背起來 OK,所以以後做動作就不會忘記了很多動作 像我以前考試也是一樣 我連半夜睡覺的時候我都在放老師上課的錄音 然後很厲害喔,考試的時候我全部都記得 把它全部寫下來,就拿很高分數耶 所以這也是一種學習的方式 所以我為什麼把它錄下來,因為主要就是可以幫助大家學習 那上個禮拜重點,基本上就是有幾個 第一個的話,你可以看到這個清單 首先的話,上個禮拜我們是 把那個手機號碼串接再會複習一下 IP加LEN 那後來我們又改另外一個叫TEST函數 那TEST函數非常非常的重要 應該還記得吧,也就是說你看到的資料 假如說你要取的,奇怪 明明我看到這個為什麼我取出來的資料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記得用TEST 那TEST它使用的步驟 第一個,滑鼠右鍵把它裡面的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Formate TEST 有沒有,那Formate TEST 這個格式,其實按滑鼠右鍵嘛 你就找那個儲存格裡面的格式 那格式裡面有個制定有沒有 制定裡面那一串,其實就是你的Formate 你把它貼到TEST裡面,Formate TEST裡面 基本上就可以取得它真實的資料 那你再去切割的話,保證不會錯 OK,這招其實還蠻管用的 我發現工作上很多人 看到ECL裡面的東西,奇怪就取不出來 或者是取出錯誤的資料 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到TEST TEST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 基本上甚至連用都沒用過 那當然會造成一些問題 那再來我們後面有練習一個 用TEST函數去產生年次 因為年次基本上它主要是經過格式之後 得到的結果就不對 所以我用TEST把年次取得 然後並且再補充 講了有關 ECL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其實如果你假設ECL 你不會用樞紐分析表 那基本上不要說你會用ECL 因為ECL最好用的其實就是這個功能 所以假設你不手術生 你根本沒有善用ECL這個軟體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把那個什麼 所有功能 比如說你每天做的事情 假如說你今天做明天又做 後天又做 每天都做的話 其實滿浪費時間的 那當然我們如果要 讓辦公室的這些流程 自動化 那這樣最簡單的方法 你說老師我寫VBA 可是寫程式對很多人來說是 非常高的門檻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有程式的結果 但是卻不是自己寫的話 欸ECL幫你想一個方式 就是你只要把動作錄下來 錄製劇 它就可以幫你寫程式 所以其實錄製劇 你說到底做什麼 其實就是把你滑鼠跟鍵盤的所有動作 自動幫你轉換成對應的程式 那你要知道寫到哪裡 所以上個禮拜 基本上我們有做了一些動作 就是了解如何錄製劇 並且可以把錄製完的劇齊 變成一個按鈕 那你按下它之後 它就可以幫你重複做 剛剛你做的動作 但是這個步驟很重要 你不能說隨便錄就完蛋了 就好像錄影一樣 有那麼簡單 錄的話你還要先寫腳本 你說網紅很簡單 當網紅沒那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 你們如果看網紅的影片 它會說 你看這個影片雖然只有十分鐘 但是它可能花十個小時在錄影 那為什麼 因為它的腳本 每個地方都要 step step的都已經寫好了 而且它錄完之後還要剪輯 還要特效 還要加字幕 那真的簡直很麻煩 對不對 所以有那麼好賺也沒有 其實像我youtube頻道上面 其實我訂閱人數其實不算太多 也不算太少 因為我其實沒有做太多特效 因為我不把自己當網紅 所以你說 老師為什麼你上面不做一些特效 或者做一些什麼等等的 我說我不是靠這個 OK 如果我靠這個的話 那當然 我們 我其實主要訴求是說 我讓各位學習方便而已 這樣就夠了 所以我沒有要做很多特效 所以你不要說老師你要不要剪輯一下 像人家youtuber還會把一些感覺很無聊 或者是中間空白都剪掉 所以你會覺得 好像很密集 因為人家都剪掉了 但我後來發現 我不是這樣的訴求 所以我沒有這樣做 不過有一點我倒是真的做了 就是我有加字幕 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有字幕這個東西 還是都沒有看 沒關係 反正我跟各位講 我有字幕喔 OK 你想說哇字幕 其實我跟各位講字幕怎麼加 其實要聽照著打 有沒有 一邊聽一邊打 但是後來我發現 根本不可能 我可能 我上課 假設上課錄影下來可能一個半小時 那我回去要花一個半小時再打字 那我根本不划算 我比公讀生還廉價 對齁 那後來其實也是靠那個AI 就是其實 它其實是透過什麼 因為Google本身有那個語音辨識的模組 那語音辨識模組也是靠程式 我用那個Python去呼叫語音辨識模組 然後我只要把我的影片聲音部分 丟給他 然後他丟給他之後 他會幫我把我的聲音檔 有沒有 轉換成文字檔 就是 那我再把它轉換成字幕 他就會自動把它加上去 OK 這樣的話我就方便多了 所以其實我是一邊 它其實是這樣的算法 其實現在很多的服務 都是你只要小量使用免費 但是如果你是大量使用的 那你可能是 比如說你是專門幫人家 就是產生字幕的 那他就給你收費用了 像現在Track GPT也是一樣 就是如果你要用小量的一般人用是沒關係 他就免費free給你用 但是如果說你是 假設你是一個公司行號 你要回答人家做客服之類的 那他就會幫 要收一個費用 那他會算流量 OK 你還要先付一個費用給他 然後要註冊一個帳號 有啊 Track GPT現在也有API OK 也可以做自動化處理 那只是說 這個東西也是蠻熱門的 所以所有的東西 其實就是類似這樣的 如果假設你要圖反應 可以慢慢來 也無所謂 但是如果你要高效率 而且要節省人力 然後也要 AI 那其實呢 你可能就要付出一些代價 OK 那你說你要學著要幹嘛 其實我覺得這是最基礎的 如果你有這個基礎 其實程式語言就是從簡單開始 慢慢往上堆疊 那如果說你一下就學太高深的程式 我看應該很多人會受不了 如果假設你程度很好 也許你就可以學一些 像我剛剛講的東西 那未來當然就是說 每一個服務 背後都有一個叫API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去呼叫他 那也就是說很多程式 其實你不需要床頭寫 人家都給你的 而且你也沒那麼多時間 但至少你要學會什麼 學會使用吧 那使用不是說 你像Excel一樣 他有法組這樣 沒有 你還是要寫程式 那你說那個程式會很複雜 其實也不會啦 其實就跟他講一些帳號密碼 然後一些相關的設定 設定好 其實他就可以開始服務了 只是說你要把這些語言把它寫上去而已 所以 那你說那要怎麼達到啦 我是建議可以按部就班 我是覺得可以透過錄製劇集 慢慢了解程式 然後一步一步的再增加上去 以後你看到程式的時候 你就比較不會畏懼了 因為最怕是有很多人看到 哇這什麼跳就完全不想看了 因為太害怕了 OK 所以上個星期 我們做的啦 你看這個地方 然後加上註解嘛 然後呢 再把那個VBA的環境打開 那我也大概說明一下 VBA環境的操作一些重點 所以呢 如果假設你對於這些東西 還是已經忘了差不多 那表示你回去沒複習 請你回去複習一下 因為說真的 這樣的話 我們也不要每次都一直從講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你聽也膩 說老師 有的人你已經聽過 那老師你在講 就會覺得 會不太煩 然後當沒有聽的會跟不上 所以我建議啦 反正你就取一個平衡點 你再怎麼樣 就至少我剛剛講的東西 你是要知道的 至於 最好是熟練 你不要說有些東西知道 但是做不出來 那等於還是不太會 最好是熟練 那至於多熟練 反正你以後 講什麼你就要知道在哪裡 就OK了 你不要一講 老師 這個東西在哪裡 我找不到 有沒有像 我們上個禮拜這個開發人員 有沒有 找不到開發人員 那麻煩 那接下來的話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上個禮拜講的範例 OK 所以 請各位 第一件事情 把上個禮拜那個檔案先打開 如果 沒有上個禮拜檔案的話 就找範例檔 第一個 一個的一字一就對了 就是 就是手機 文字與字號的函數裡面 有文字與字號的函數 那因為上個禮拜我們有錄製聚集 所以你會發現 像我一打開之後 上框會出現什麼 出現這個東西 啟用內容的一個警告 那記得 那記得喔 如果你假設有另存成啟用聚集的活頁簿 理論上應該會出現 就是這個訊息 那記得喔 這個訊息一定要啟用內容 否則的話呢 你的VBA還有你的錄製聚集 就無法使用 那主要的原因很可以理解啦 因為我們寫的程式喔 其實有可能會是病毒 也有可能是外部不應該有的程式嘛 因為最早有出現過所謂的聚集病毒 所以呢 他為了防止說 你不確定說這個東西是不是有危險性 所以他會警告 那因為這個東西是我們自己寫的 所以沒有問題 那你就把它按下啟用內容 這樣就OK了喔 但以後如果你看到這個檔案不是你的 然後呢 你也不確定來源喔 你千萬不要 就是很有自信的把它按啟用內容 如果人家真的把裡面寫個聚集病毒的話 很有可能就中毒啦 那就麻煩了 OK 但是聚集病毒 坦白講 有一段時間非常盛行 但是因為 微軟加了這個 這個機次之後 好像聚集病毒就很難散播了 為什麼 因為最早 好像大概 Excel 大概都很早以前的版本 大概20年前的版本 有一個版本 它沒有這個機次 所以呢 它只要打開之後有沒有 聚集自動執行 然後就有人就是看到這個漏洞對不對 它就在檔案裡面呢把它加上聚集病毒 然後就潛藏在你電腦裡面 竊取你相關資料 OK 甚至有一些是搞破壞的 它很無聊就是說 你只要聚集病毒中毒之後 它就一直開視窗 一直開 開到你當機為止 然後呢 讓你關不掉 因為你開的速度比你關的速度還快 它是跑回一圈 然後你一直關 來不及了 電腦記憶體用完 就當機了 所以 但現在好像比較沒這個問題 所以你就記得要啟用內容 不然的話 你如果沒啟用 直接按這個的話 上個禮拜錄製的 你會發現它出現這個 無法執行聚集 有沒有 如果你將來 假設看到這個訊息的話 看到它的訊息是 無法執行聚集的話 那你要記得 這個一定要啟用 可是有一種狀況好像是 同學是什麼 它這個訊息已經被關掉了 然後有沒有 如果這個關掉了 然後就按下去 它不理你對不對 跟各位講 這種狀況就是 你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這個檔案關掉 關掉之後的話 重開 重新開啟 它又會警告 那你一定要按啟用內容 不過如果你啟用內容 好像按一次它會記起來 所以之後好像就不會再問了 所以這個機制可能要 上面會跳 OK 它會警告說 你已經停用了喔 那你啟用是你啟用 表示說這你要負責喔 OK 那我跑 我負責 好 啟用內容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 上個星期 所以上個星期我再demo一下 你確認一下 如果你假設上個禮拜 那個錄制劇集沒有跟上的話 可能回去再自己看一下 那 主要我們錄了兩個劇集 這個劇集的話呢 其實下面這個是清掉 手機號碼 這個串接 這個把它清掉 那這個的話是重新再一次 所以我們把按下清除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就清空了 按下這個按鈕 這邊又輸出了 大概上個禮拜做的事情吧 其實也蠻單純的 這兩個按鈕 實際上都做三個動作 那我們上個禮拜先彩排 彩排之後再錄製 錄製之後再編按鈕 有沒有 拿遍按鈕之後呢 記得在程式裡面加註解 有沒有印象 有吧 如果講了然後知道 但是不熟 請你回去再複習 一定要打開一個空白的檔案再練習 因為錄製劇集 看起來其實沒複雜 但是 只要有一個動作做錯 那就全盤錯了 因為程式就是一連鎖反應 那我們還沒有到自己寫 所以今天跟各位講 我們要升級 要來自己寫 OK 所以 那你說老師 那我以後錄了就好了 可是問題錄的東西 其實它很多地方沒彈性 也就是裡面的參數會改 位置會變 那如果變了怎麼辦 老師我再重錄 那你要錄到什麼時候 所以呢 通常會這樣子 就是錄製是一個過程 你還可以再配合修改 你還可以再配合修改 可以把那個 這個 這個 就是聚齊 修改到 完全符合你工作需求 所以這個其實 必須要兩者合而為一 才有辦法更精進 所以接下來後面 我們要再了解 VBA如何運作 如何自己寫一個VBA程式 那將來的話 大部分不會寫的 程式我們會先錄製 錄製完之後呢 再來修改 原則上大概是這樣子 各位也不用擔心啦 反正照著做就對了 動作只要確實 不要做錯 好那我們來 上個禮拜的東西 就是開發人這邊有個 你們要記得喔 錄製這邊 然後聚集裡面呢 兩個程式 兩個 兩個程式嘛 那如果你要看到 上個禮拜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直接開VideoBase 那你可以看到喔 基本上喔 它的存在方式喔 這個很重要 所以特別再講一下 錄製完的結果喔 其實它會幫我放在一個 模組裡面 所以基本上我的程式 就放Model 1 然後一個按鈕的話呢 它對應到就是一個Sub 後面這個名稱 對應到它 然後EndSub就結束 所以第二個程式的話呢 就是第二個Sub 所以呢 以後喔 假設說我們來寫一支程式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講 我們來寫一個Sub的意思 OK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呢 這個Sub呢 對應到也就是這個按鈕 所以以後吧 反正你就一個Sub 你就可以變出一個按鈕 按下它就可以執行那個Sub 大概原則上是這樣 那另外的話 後面其實還會延伸 Sub跟Sub之間可以互相呼叫 所以你比如說你寫好一支程式 不夠用 比如你有很多流程 你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它就可以執行非常多段程式 可以更加複雜 但這個是後面再來講 那其他的話 還有上個禮拜還有提到有沒有 這個環境可能要熟悉一下 至於那個細節自己再看 還有呢 就是程式裡面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我這個上面呢 都有加一些中文敘述 那這個中文敘述呢 其實就是所謂的註解 那這個註解的主要目的喔 我講過啦 其實就是 你要解釋下面這一行 到底是什麼意思 的一個敘述 OK 其實我是寫什麼 我是寫那個 我們做的動作啦 有沒有 所以其實上個禮拜呢 我們其實 錄串接其實這三個動作 游標先放在一二儲存歌 有沒有 游標放一二 然後做什麼呢 上面打勾一下 然後再填滿 三個動作 一二三 有沒有 他做完之後呢 其實他就會幫我們 自動產生程式 有沒有 然後呢 可是喔 這個程式對你來說很陌生啦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加上註解有個優點 就是你看到程式其實 是會相對親切很多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把那個註解拿掉的話 我看你應該會覺得 哇 這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很恐怖 所以我建議啦 如果你要學習聚集錄製啊 一定要把那個 註解這個一定要加上去 不然的話喔 你很多時候回頭看 你會根本不知道你在錄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啦 OK 千萬不要一直 急 你就很多東西都略過 我覺得喔 所以我們上禮拜也有 註解加上去的動作 那至於上面的註解要打什麼 反正是打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可以用自己習慣的口語 去做敘述都沒關係 那我個人比較習慣就是說 它的步驟 一二三 然後做什麼事情 我就用敘述把它打上去 那做完之後的話 今天我們要再繼續來看VBA部分 所以今天接下來請各位第一件事喔 把這個 綜合練習的這個部分喔 再複製一下 就是把這個綜合練習 掛護Test 這個工作表喔 你幫我再複製一個到旁邊 一模一樣的 那複製的話就是 拖拉左鍵加Ctrl 就是拖拉到右邊 然後按Ctrl鍵 表示說我要複製這個工作表 然後你再把滑鼠左鍵放開 這邊就有一個 綜合練習 然後我把它改成叫VBA 因為我們今天 就要開始來學習 如果我不用錄製去習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我給它這邊打VBA好了 OK好 就這個喔 其實這個Test跟VBA 目前長得一模一樣 不過我們等一下要把這個 改成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就是按鈕背後的程式 我要把它改成自己寫的 那它怎麼自己寫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上個禮拜的東西喔 先到這裡 待會我們來看 如何來撰寫這個VBA的程式 那雲端白板如果你要找的話 雲端講義喔 其實會是在 你可以看一下雲端白板的地方喔 這個雲端講義裡面 今天的部分喔 理論上會是在第幾頁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其實我們前面講的都在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都有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遺漏的話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包含就如何錄製去期 然後去期寫出來的結果這邊也有 所以如果 假如你沒有那個 我剛剛這些程式碼 有沒有 有個方法 在雲端白板的第十二頁的地方 就我剛剛的這幾個 你可以Ctrl C 然後呢怎麼樣呢 貼到 這個VEO Basic裡面就可以了 Ctrl C喔 然後打開VEO Basic 然後呢 在這個模組裡面喔 有沒有 如果你沒有模組怎麼辦 假設老 我把它移掉 假設沒有模組 比如說老實我空的 你們要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的喔 然後把剛剛雲端上面 十二頁那個程式貼上來 就會有我 一模一樣的結果 有沒有又一樣 OK喔 所以 那如果我今天要自己寫的話 那理論上 我們可以再往下捲動 在這裡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 的進度會在第十三頁開始 那 也就是說 如果我 我今天不要錄製劇集喔 我要自己寫 那該怎麼做 OK 稍微了解一下 好 先